延迟了 他就没回家 他就一直在那 然后最后更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呢 我从这悬梯上下来以后 我就看着前头有一个人 捧着一大树的鲜花 哎呀 把我感动 我们俩没见过面了 但是呢 他见过我姐 他一看就是我 然后我一看一群人当中 有一个捧着大鲜花的 然后又是中国人 我就知道 就觉得特别的亲热 然后他就给我接回 他这个水文气象学院的那宿舍里头 然后第二天 就带着我去游这个彼得宝 然后还有另外的一个 一个大连的一个同学 我们四个人一队 然后这个在零零格兜 玩了一个多星期 就这一个多星期 就让我觉得说 我不能够十个月以后回国 要不然我就白来了 因为我莫斯科还没玩呢 怎么厉害呢 对还有基辅呢 是吧 还有那些别的地儿呢 结果十个月到期了 七月份到期了 这个当时因为管的特别严 就是我们 下飞机是使馆的人去接 其实所谓的接 就是盯着你 就是把你的护照拿走了 对啊 就盯着你 但是呢 我们在留学期间呢 他的护照得给你 对吧 但是呢 只要是统一行动的时候 他就把你护照收拾了 我要是提前告诉人说 我要指令不归 指令不可能 他是压着每一个学生上火车的 我当时玩的一个什么坏呢 我跟我那北大的那个同学 他叫李刚 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去哪了 我临到了这个火车站 当天是晚上吗 但我记得七点多钟 已经很黑了 这个使馆的工作人员呢 把我们就给送到火车站 然后呢 每个人拉着自己的行李 我呢就拉了一个箱子 等到了火车呢 大家伙都上火车了 等着发车了 我就跟李刚说 我说李刚 我决定不走了 你帮我一个忙 一个是你别跟任何人说 你等火车开了以后 你就说 第二一个呢 你帮我把这箱子带回去 因为只要有我箱子带 他们就肯定认定我这人也在 这李刚呢说 行 他东北人 挺大大的 然后他就没给我揭发 我呢火车要开的那一分钟 我下车我就跑了 我跑了以后别人都不知道 所有同学都不知道 使馆的人呢 这时候因为一看 大家伙都上车了 车也开了 他们就走了 他就没留意这事 等火车大概都已经启动完了以后 大家伙找张欣上哪 没了 已经没了 我就走了 走了以后呢 他们就都不知道我的去向了 我就跑到莫斯科找一朋友 就这么一住 然后我就在那待着 待着我就到处去玩去 玩完了以后呢 突然这个 有一天 我住在一个朋友家的地下室里头 早上 因为地下室特别黑 也没什么窗户 我就一直睡觉 然后突然就敲门 说你怎么还睡觉呢 外头已经革命了 我以为开玩笑 他说俄国人 我以为开玩笑 他说你赶紧打开电视 我一打开电视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政变了 政变的那个 俄国的那个政变 就革命了 这个就开始 整个的电视台 就是全是那个 政变的那个 那个集团在那 讲话 说这格尔巴雕夫 已经在索期 给我们 这个软禁起来了 现在是政权 已经到我们手里了 哎呀 我一看 这个变天了 这确实是革命了 当时 这比六四来的 还要强烈呀 是吧 我说不行 我得上大街上看 这个这个时候 因为俄国人 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好多人呢 就是这个 也跑到大街上 结果我就跑到 那个高尔基大街 还有现在那个 白宫的那个地方 然后就知道 哦 坦克已经进来了 然后坦克上那些兵呢 都是中亚的那些兵 还有外交加索的一些兵 都不是这个俄国人 实际上都是 其他民族的人 但是他们呢 就是挺和平的 就是老百姓呢 特有意思 这个俄国人呢 有一点 我觉得跟中国人 闹革命不太一样 就是中国人是那种 就是凑热闹似的 就是大家起哄假样子 但是俄国人呢 是一种特理性的 就是我要跟你讲道理 所以有一大群 这些老太太 大胖老太太 就开始教育 这些当兵的 就开始跟他们演讲 就在那 然后这些当兵呢 也在那听 所以大家很和平 就在那这个互相理论 然后就是痛恨这个制度 然后这个过了几天呢 我一看说这形势确实有点不太对头 我就跑到使馆 那个莫斯科大学 找了一个宿舍 我想那比较安全 要是万一有什么事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躲到使馆去了 结果等这场热闹 看完了以后呢 我说不行啊 我这个学位还得要啊 这时候已经都service了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我想回去了 我妈说赶紧回来吧 人家北大整天都找你爸妈的 说你这孩子 这留不归 这也要受批评 我说妈呢 等我要回去了 她要处分我 我这不是白回去了吗 我回去还是不回去 我妈说 你先回来再说吧 后来说这个 你老在外地待着 你这算怎么回事啊 然后就回去了 回来以后呢 这系里头就不干了 说你这不是 给系里长麻烦吗 不行 得给你能以处分 我说那呀 这个 但是别的老师都挺同情 说一个孩子 他愿意在那待一阵时间 你就别难为他了 你就是那个叔姐 跟我这玩命了要 结果当时呢 我爸呢 就找王毅球 这个说这个 说这孩子也不懂事 说小孩嘛 就是突心也没回来 这个确实是放了点措 他也回来了 现在不是也回来了吗 是吧 王毅球 这多大点的事啊 说行 我跟系里打一招 结果这事呢 都惊动这个教委了 因为教委人事司 是这个负责派的人嘛 可能就是陈文生那个地儿 对 他原来那个人叫 袁贵人 是大使馆的那个教育处 陈文生一直是在北大当一段 他在加拿大当过总领事 是那总领事就是管教育的 他一开始就是 然后又从那个教育部的这个地儿 派到北大 所以他最后算一直算教育部 这次给他弄那个警告 我估计也是教育部 人给他扎这儿了 所以当时找的这个使馆的那个 那个圆贵人 后来他找的那个教委的 人事司的那个 那个时候人呢都挺朴实的 也挺好的 对学生还是一个很很关切的那种心态 就给北大打一电话说 别难为孩子了 已经回来了 这就算是不错 是吧 不能算是支流不归 结果别的老师对我还特别好 这个我那根本就跟不上课 因为人家12月份 那一学期都学完了 要考试了 我这根本就 那我那个在国外学的那俄语 跟人家在系里头学的 根本完全两把事 那文学作品我一篇看不懂 一个词都不认识 也没法考试 后来老师都给我一个 七十多分 然后这个就过了 过了完了以后 这个系里头 这个总职书记还是不答应 说到这第二年 这要写论文文 因为最后一个学期了 写论文文 写论文文说 这个还要考英语 我说我这大学四年 一分钟的英语 我也没学过呀 但是那也得考四级 你不考四级 你也过不了啊 结果这英语底子还真不错 哎一下就过了 过了北大这四级 这老师也挺惊讶 他就觉得说 反正我要不难为你 你也考不及格 是吧 你自己也就完蛋了 结果一看 还都考挺好 老师就急了 最后呢扣着 那个学位证书 跟这学历证书 不发给我到毕业 然后人家别人 都是考新华社啊 这个外交部啊 也没我的份 后来那时候 我就知道 这一辈子 我就得自谋生路 我就不能指望 这些证书给我安排 什么东西 然后到最后 这个要毕业了 我说我这证书 拿不出来 学校说证书 已经发到系里了 说那个毕业没问题 结果说 这个系里头 可能扣着呢 说得让你写检查 说得给你能以处分 我说那这事 都过这么长时间了 你再难为我 这不是也有点没意思了 是吧 结果我一想 我也不能吃这亏啊 你这证书已经发下来了 那就是说是我的了 是吧 那你不给我 这也不讲道理了 然后呢 有一天中午 我们那个西班公室 就在那六院 我一看中午 这人都出去吃饭去了 这门没锁 我就溜进去了 我一看 咦 这桌上摆的 不就我那证书吗 我毫不客气 我就拿走了 因为你这证书 写的是我的名字 是吧 那这理所当然是 应该归我 你不给我 那是你不对 我拿走了 第二天 戏里一看证书没了 急了 我说忘了 那这证书呢 我说我拿走了 哎 你怎么不经过同意 你就拿走了 我说那这证书是我的呀 那我当然得拿走啊 你不给我 是你不对呀 这这戏里就急了 说你这孩子 怎么能这样呢 是吧 回来已经是这个 犯了错误了 你现在还偷证书 凑上加错 我说你怎么能叫偷呢 我说这证书 写的是我的名字 你不给我 你还说我偷 结果这学校也没辙了 后来王一秋打一电话 说别难为了 一个是咱们自己的子弟 第二个孩子 已经认错了 你别难为了 就这样 这事就重要了 我这就算从北大就毕业了 毕业呢也没地方去 就跟家复闲待着 没人逗 分配工作呀 然后这个 就认识一个叫文硕的 文硕说 这个有一个王金用友 说你上大去看看吧 现在这用友 这个财务软件 做的挺大的 王金现在也是 几个首富之一了 然后说他那要跟 这个俄国人做贸易 说你给他帮我忙 当个翻译什么的 我一想反正也没事干 我就去白日桥那 结果这王金就看上我了 说行你给 你过来吧 到咱们这公司 随便给做点什么 然后我就做了 结果他那公司 也没开半年就黄了 黄了以后呢 他还挺后悔 说你看你这么个人才 我也留不住你 说这个 不过你以后 肯定是前途无聊 我到现在还记着呢 这王文静 后来就这么吓混了 结果就混到 李建春这公司去了 就是贾经的 他开这公司 他说 这北大的高财车 这我得留着 这我得要 结果这头一年 我就给老头 挣了五百多万 也没要他一分钱 给他竞争五百万 这老头拿着钱 自己买一别墅 这不是那公司